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二三加四就是各位我们在之前给大家介绍的六个符号英文法 我们的英文的句子不管是难的还是容易的 它就是两个部分 前面主要的部分叫做前三 而后面这个次要的部分我们就叫做后四 那么我们就简称为一二三加四 一二三就是英文的主要的三个部分 主词动词跟接受动作的字 再加进去的我们就叫做四 四的第一种就是形容词 可是各位看到形容词我们还要细分成 它可能是一个字 像这个字就是一个nice 就是一个字 那它就是一个片语 就是一个借词加名词 如果是这样子的我们就叫做子句 以及最后的分词句构 所以我们一定要对这四个先做理解 我们的英文再加进去的东西 可能有一个字 可能有一个片语 可能有个子句 也可能有分词句构 所以我们再回到这个文章来 我们会觉得这里密密麻麻的生字 再加上文法不太看得懂 那一般人我们在学英文的时候 我们在我们的书上杂志 这些上面就会给我们中文的翻译 以及英文的注释 可是我相信各位看了 大家都觉得很多地方你是看不懂 记不起来 学的东西是死的 学完你可能就忘记了 那这就是大家学习的过程 那我们现在呢 重新来练习一下 各位还记得我们刚刚说过 英文的结构叫123加4 不管它是难的还是简单的 那现在我们看到字 比如说一个字叫layer 这没有问题 片语呢 就是借词加名词 with merriment 这个merriment是名词的快乐 合在一起 就是快乐底 快乐底就叫做with merriment 这个呢 就叫做子句 子句呢 会有一个带出子句的字 在我们的结构里面 我们就用一个手 把它带出来 是一个中华弧的记号 然后带出这个子句 这个子句里面有主词动词 成为这一个单位 这叫子句 再来就叫分词句构 比如说本来是he set there 可是各位看到右手边 你会发觉he不见了 这个he不见了 set在英文就变成了sitting 叫做现在分词 sitting there 这就是由这个句子变成的分词句构 那么在我们的六个符号 我们就是以海浪线来表达 海浪线 我们就把它给做出来 这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记号 就称之为一个分词句构 分词句构的意思就是 它的主词被省略了 动词变成了ving的分词 所以我们的四个状况 字片语子句跟分词句构 请各位一定要弄清楚 现在我们来看这个比较简单的句子 那各位请注意 简单的例子 虽然说它的这个字比较容易 可是它的文法结构 一定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123加4 那现在我们就来分析它一下 如果简单的句子你能弄懂 那我跟各位保证 我们再来看这个复杂的句子 你也会发觉 它根本就是很轻松的 好 现在我们先下手 看这个简单的这个句子 sitting there 这就是我们的分词句构 它的主词本来也是一个he 这个he 本来应该是在这个位置的 可是呢 he可以被省略掉 he省略掉之后 刚才的set 坐在这边的动词呢 就变成了分词 就变成sitting there 坐在那个地方 各位看到 我们就是刚才的海浪线 先来表达一下 坐在那边 然后这是我的主词 123加4 先找到1 1是主词 he 这是主词 2就是told told就是动词 然后再找到第三个字 he told me 他跟我讲话 他告诉我 他怎么样的告诉我呢 各位看到这个片语了吗 with merriment 这就是一个片语 这个片语呢 我们带出来 说明他一个状态 他跟我讲话 是什么状态呢 快乐的跟我讲 怎么样跟我讲呢 各位看到这个 lat 就是刚才说的 带出一个纸句 带出一个纸句出来 我们就是用这个记号 就是中跨湖的记号 把它带出来 所以各位看到 这之后呢 我们就看到 他所说的话的内容 就是这一句话 我们用一个黑的底线 带出来 他说什么呢 Mary is 玛丽就是 各位看到 紫句里面 也是一二三 这个玛丽是 是什么呢 the only girl 唯一的一个女孩子 一个什么样的女孩子呢 各位看到 后面有一个who who又带出来一个紫句 来形容这个girl 那么这个紫句呢 又用中跨湖来跨出来 who指的是这个女孩子 在以前旧式的文法 这里会用who 不过现在呢 我们的英文啊 都简化了 几乎大家都是用who who指的这个女生呢 he likes 是他喜欢的 为什么他喜欢呢 各位看到 这里又一个紫句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句子当中 紫句中有紫句 中再有紫句 这就是英文的结构方式 你一定要弄懂 因为怎么样呢 she is tender 因为他是很温柔的 所以合在一起 这个句子这样子 我们就看出来了 请看一下这句话 是什么意思 sitting there 他坐在那边 he told me 他跟我说 怎么跟我说呢 with merriment 这个很愉快 很高兴地跟我说 说什么呢 说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是什么事呢 玛丽就是 这唯一的女孩 什么样的唯一的女孩呢 who指的这个女孩 he likes 是他所喜欢的唯一的女孩 因为 because she is tender 因为他很温柔 那么这样子的简单的句子 相信大家看起来 应该不会吃力 那现在 我们就用同样的观念 来看比较复杂的句子 可是各位会惊奇地发现 英文的句子 怎么都是一样的 首先各位看到 这个第一个字 叫做commenting 是不是一个ing 在这个地方 我们刚才看的句子 是不是最前面 也是一个ing 所以我们会立刻看到 同主词 也就是说 因为这边的主词被省略了 所以这个主词 其实也是在这边的 这边是he 所以左边也是he 那同理 我们就看 刚才那句的右边 是什么人 现在回来看 这个句子 我们看到斗点后面 从看到这个 这个地方 就是我们的同主词 主词就是he 所以我们把它给 做出这个记号出来 这个记号 各位看到 这里的主词叫做 education first 这是一个教育机构 叫做教育第一的 senior president 这个资深的这个总裁 他的名字叫做 Christopher McCormick 这个人呢 这就是我们的主词 那么这个地方 同样也是这位总裁 那么这边的主词 被省略掉之后 动词呢 就改成了分词 本来应该是过去式的 那现在就变成了ing 他就commenting 那么commenting的意思 就是评论 这个人呢 在评论 所以我们的主词 省略掉之后 动词改 分词 他就评论 他评论什么东西呢 on Singapore and 各位看到连接词 就是连接两个 一样的字词 连接词 他就这个 这个评论了 新加坡跟马来西亚的 英文的技能 那我们都知道 在亚洲啊 新加坡跟马来西亚的 英文比较好的 那这位先生呢 他就评论 他就说了 说是这个母句里面的 动词 他就说 说什么呢 各位看到这个地方 应该是有一个子句 带出来 那么这个子句呢 就是let 这个let 被这个我们省略了 不过他的观念 仍然在这里的 他带出一个子句 那么各位 这个子句很长 就是表示他说的 这件事情的内容 那么这个子句呢 在英文里面 担任第三的角色 所以各位看到 这是主词叫做一 动词叫做二 他说 他说什么呢 他说了这件事情 这就是一个名词子句 当成三 这个子句里面 也有主词 也有动词 我们继续看下去 他说啊 这两个国家 有什么东西呢 higher perficiencies 这个perficiencies 就是流利度 有比较高的流利度 为什么 他们有比较高的流利度呢 那么这个子句呢 也是用中华湖带出来 这个子句里面 来说明 为什么这两个国家 有比较高的英文流利度 because 这个子句里面 主词叫做 因为呢 their populations 因为他们的人口呢 are composed 是被组成的 被什么所组成的呢 各位请看 介细词 带出片语出来 of multiple ethnic groups 是有多重的 种族的团体 我们都知道 这个新加坡跟马来西亚 有华人 印度人跟马来人 还有其他少数民族 所以他们是有多重的 multiple 种族的 ethnic 的团体 groups 这就是他们组成的人口 who who子的这些 不同的民族呢 rely on 就要这个依靠 那各位看到 who 又是带出一个 子句出来 who 就是刚才说的 前面的这些团体 这些不同的 民族的 这些人呢 他们叫依靠 依靠什么呢 依靠 english on english 要靠着英文呢 去干什么呢 to communicate 去互相沟通 所以对他们而言 英文 不只是学校的一个 学习的一个科目而已 他根本就是一个 出了学校 要跟别的 种族的这些国民 交流 讲话的一种重要工具 所以他们 当然英文会比较好了 好 各位 这样子分析下来 会不会觉得 这样子的英文 容易多了 我们很快地 再看他一遍 commenting 叫评论 谁评论呢 就是这位先生 这位先生 他是一个 一个教育机构的 一个高级的总裁 他就这个评论了 评论什么呢 评论新加坡跟 马来西亚的英文技巧 技能 他就说了 他说什么东西呢 他说啊 那这个辣的被 省略了 所以我们在英文里面 看不到 可是我们也知道 他虽然看不到 可是他仍然代表了 他带出了 这件事情的一个子句 因为the two nations have 这两个国家有啊 有什么东西呢 higher proficiencies 比较高度的 英文的流利的程度呢 原因是 because再带出这个子句 because因为他们的人口呢 are composed 是被组成 of multiple ethnic groups 是多重的民族的团体 然后这些团体呢 who rely on 在子句来形容这些团体 他们要依靠英文怎么样呢 to communicate 来互相沟通 那要怎么学习呢 各位可以来参考一下 纵华美语学习平台 这个平台里面有三项工具 首先第一个是实体的 寒寿课程 在这寒寿课程里面 完整经济有效的 来提供大家发音文法单字 以及进阶训练 听说读写 以及准备考试的学习 再来就是线上会员专区 这是利用网路上的学习运用 跟准备考试 以及最后的教学影片平台 提供教学影片 供大家学习参考 那么我们来详细的介绍一下 各位朋友 这就是我们的寒寿教材 当你收到这套寒寿教材 你把它拿出来 首先会有一个声音教学的档案 就是一片CD 你把这个CD拿出来 然后放到你的电脑里面去 这时候你在你的电脑荧幕上 就会看到一个目录 目录你把它按进去 就会看到细节 每一个教学的单元 然后你再按其中任何的一个 就会出现声音 那我们的声音就会播出来 那么我们的教学一定 第一个就是文法 所以各位会看到我们的教材当中 有文法的教材 文法在配套阅读 有了这两个基本功之后 再来训练各位的听说读写 看其他的书籍 其他的地方的运用 好 这就是我们的寒寿的学习的方法 再来我们看我们的会员专区 当我们学完寒寿课程 我们就利用会员专区来做进一步的 学习听说读写以及考试 那么我们进入会员专区之后 首先在你的左上角 登录你的这个账号密码 各位简单的看一下 就可以进入我们的专用的会员专区里面 那么在会员专区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两个部分 上面叫做运用部分 下面叫做考试部分 各位简单看一下运用 有很多种不同的内容 听说读写 比如说我们现在随便看一个 我们看到如何和老外哈拉 我们把它按下去 那么我们看到里面有很多回的练习 我们随便选一回 请看到41回 我们把它按进去 这41回里面 我们再按下41回的内容 然后我们就会听到里面的教学的声音 那么我们现在出去看看考试的部分 考试的部分又是什么情况呢 各位再回到刚才的目录页 然后在这个2的部分有个考试 考试比如说各位看到学测 请您按下去 这有历年的学测 在学测我们按到105的学测 看到这里面有每一个题 题号 在最上面呢 我们可以去这一个考试中心 去下载这个考试的内容 或者是我们直接利用我们的东西 来直接按下去 pdf档 就是考试的原文 那这原文你们可以把它 这一个复制出来 或者是把它print出来 然后对照声音来学习 各位请看 声音你放下去 按下去 它就会有声音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 这个考试部分运用的练习 那因为这个是非常方便的 尤其像考试的练习 你可以一小节一小节的 听这些原文 然后听你听到这些解释 跟着它去念诵 记忆学习 那我们说考试 其实都是在报章杂志上 所摘录下来的文章 所以这些文章都非常的好 可以作为学习的 这个参考的内容 然后因为这样子学 有声音 有人指导你 听起来很容易 你今天精神好 多听一点 精神不好 你就少听 这里面的内容真的是很多 可以不断地让你在一年的时间里面 充分地学习 那么如果你不想用电脑 你也可以用手机 手机的方式也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看到这个手机 一样可以进入的网站 然后进入这右下角的 我们的会员 专区进入电 这个手机版 然后一样看到这个会员的登录 我们就在这个地方 一样做会员登录 把它账号登进去 密码登进去 你看这样子就可以进来了 好 然后呢 登录完毕 它就进来之后 一样我们找到目录页 在目录页里面 一样会跟刚才这个电脑板一样的 会有一个考试的 一个是运用的 有很详细的目录 我们随便按一个 在里面当中可以来学习 就是刚才的刘和汉老外 哈拉 我们把它打开来 我们再随便找一回 好 各位看到 一样的 你按下去 它又可以放出声音出来了 好 这是非常的方便的 你可以任何时间来学习运用 这就是我们的手机 来看我们的会员的使用方法 那么第三个配套的学习呢 就是我们来欣赏影片 那么这个影片呢 需要一个下载的软体 这个我们会寄给你们 你们就可以在你们电脑上装上去 那么我们一样的 这个会给你们一个账号跟密码 它就会进入了这样子的一个画面 那这是一个教学的平台 这左边呢 就有目录了各式各样的考试的一些 或者是听说读写的使用的内容 那这些影片呢 就是我们的教学的影片 作为辅助的 在这个影片当中 我们重点是的教给大家一些观念 而真正全部的学习 还是要回到我们的第一个 寒寿的课程的练习 而这个运用的练习就是在会员专区 各位看到这就是影片出现了 那这里面有这个将近100部的教学影片 分门别类 让大家来学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